当柏林涂鸦作画者需要材料在城市的墙壁上来表达他们的想法的时候 他们中很多人通常会来到这里 伊布奥玛利开了一家名为遗产的绘画材料店 这是一个年轻艺术爱好者交流想法的地方 他们讨论如何把艺术作为武器 抗击法西斯符号等仇恨信息 激励年轻人拿出行动很重要 鼓励他们以负责的心态对抗仇恨标志 而不是无知地走过 要告诉拥有者或者应该对此负责的人说 墙上刻有仇恨的标记 这样让他们受到移出仇恨标识的压力 如果他们不作为我们可以提供帮助 就说我们愿意把它美化一番 在所有情况下无一例外 我们都得到了这些人士的允许和同意 最终不必经过繁琐的官僚手续 就可以进行我们的美化工作 一名男子来到欧玛丽的商店要买些喷漆 想要覆盖他儿子常去玩耍的公园内 一处纳粹标记 可是两个星期后他听说 一个溜冰公园里出现了更多的纳粹标志 这个消息令他震惊 这也成了他的动力 16岁的菲利普是欧玛丽的喷白项目的年轻涂鸦者之一 他相信种族主义在他的国家里不应有立足之地 游客来到柏林 看到墙上有纳粹的标志 他们就会琢磨 这里怎么了 到处都有纳粹啊 我们不想看到那种情况 而一个艺术标志显然比丑恶的信息好看得多 能让人们经过这个城市时 脸上带着笑容 喷白项目的一个小视频广告 凸显了一些他们改变柏林市内的25个纳粹符号的工作 现在他们这个项目已经被复制到德国的其他城市了 美国之音记者埃尔玛斯利华盛顿报道